7月6日晚間 香港特區政府發布公報 宣布將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維護國家安全法第43條實施細則看信公布 實施細則於7月7日生效 公報指出 香港國安法第43條規定 特區政府警務處維護國家安全部門 辦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時 可以採取的各種措施 並授權香港特區行政長官 會同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 為採取第43條所規定的措施制定相關細則 實施細則從7方面為相關執法機構執法作出具體規定 包括 未搜證而搜查有關地方 限制受調查人離開香港 凍結限制沒收及充公與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相關財產等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7日會見傳媒時強調 實施細則體現了香港國安法對人權的尊重和保障 正正由於我們覺得是應該按住在港版國安法的第四條的總則裏面 我們要盡我們的努力去保障和尊重人權 所以我們就制定了這一套實施的細則 就住在43條的1234567的措施裏面 每一項措施的應用我們都有清楚的細則 在什麼情況之下可以用 要滿足了什麼條件才可以用 甚至是由哪一個來批准才可以用 這個同樣是讓我們更加可以保障到人權 市民也可以安心 林鄭月娥認為 制定實施細則並非是擴大執法機構的權利 而是讓權力行使更加嚴謹 奉公守法的市民無需擔心 要好好吃 統一等下一步 製 User 他們贏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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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